最後一次夠 我三個牽筆了呀 牽筆都沒有關係 好 都覺得 什麼是根號三 根號三有多大 很好 寫上去 根號三有多大 就是根號三成根號三三 所以根號三就這麼大 根號三得三 根號三得二十八得三 對 根號三得三 根號三和二十八得三 根號三會四十八得三 根號三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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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號三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怎麼了解它的 是透過想法 好,对,如果这个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把根奥山,我们把根奥山做了一个动作,我们把根奥山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根奥山成根奥山,我就可以了解他了,这个动作叫做什么? 诶,平方说就得到多少? 好,那我要问你,那回头,我们找回去答案呢? 谁,平方会等于三? 好,可以 来,有一个东西,平方之后等于三,请问那个数字是谁? 根奥山 根奥山 只有这样吗? 有二次 根奥山的二次等于他,只有这样吗?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根奥山 根奥山乘以根奥山,就是根奥山的平方,一样的意思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三等于三 对啦,可是我现在问说,谁的平方会等于三 三乘以我要的是一样,因为我要平方 三乘以根奥山,不是平方 根奥山 根奥根奥根奥山 这个意思 正乎根奥山 乎根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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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根奥山的平方等于三 乎根奥山的平方也等于三 那从这边过去找答案,这个叫做找什么呢? 找当初是谁平方过来的,这个叫做平方根 当初是谁平方过来的,这样,所以叫做平方根 所以这两个我们称为,我们把它称为,把它称为什么呢? 称为谁呢? 三的平方根 对,三的平方根 来,把这个好好的写 来,把这个好好的写 把这个好好的写 然后我可以考你们的哦 可以考你们的哦 可以考你们的,请问 81的平方根 81的平方根 求 正乎 正乎 求81的平方根 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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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混在一起,结果两个不讲错 这很不理 可是你的想法是对的 来,那个 对 对 对 等一下 我要求平方根的意思是什么呢? 呃,就是这个空格我不晓得是什么,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我把,什么叫平方根啊? 平方根就是我哪个人装? 我哪个平方中修店多少呢? 81 对不对?那我回头找根源,我会找到谁? 求我 我会找到酒,跟谁? 对不对? 还有,就刚刚讲的那个,他也有sense啊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一个新的符号 对 我们学过一个新的符号 谁的平方会81? 9 根号81 解写吗? 哪有谁呢? 负根号81 那这个和这个样化,这个和这个样化 要解吗? 来,把这个写好 把这个写好 根号81就是9 要解吗? 那负根号81就是负什么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真的 好 蛤? 知道我刚刚这边在讲什么吗? 蛤? 你知道哦? 蛤? 蛤? 你记得,如果我们要,我们念,如果要找,如果我们要找,你说如果我们要找那个23的平方根 所谓的去求平方根,就是在寻找,在寻找什么呢? 当初到底是谁? 平方之后,会得到23呢? 回去寻找 对 所谓的,怎么样,求23的平方根呢? 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知道有一个数字 那平方之后可以得到23 那我们现在是要回头去找 回头去找我们发现 √23的平方会之班 还有谁呢 不√23 所以这两个就叫做23的房的 所以平方可以有两个 一个是正的一个数的 真的吗 每次都会有两个吗 一定吗 一定都两个吗 每一个人都相信吗 都两个吗 相信 相信吗 不一定 你试试看什么情况叫不一定 他在某档 他在某档 就是这个空格对不对 我平方之后会有一个答案对不对 这个答案过来一定可以找到 找得到平方根 别的给我一个数字 好 好 来 同学看这里 来 那个 看这边 看这里 这个地方可以随便乱点吗 如果要回去找平方根 两位看这里 来 譬如说我填1可不可以 来回去答案是 正负更好1 正负更好1 正负更好1等下 1 1等 1乘以1 对吧 1乘以1等于1 负1乘以负1 也等于1 所以 1的平方根 就有1跟 负1 1 这边可以乱点吗 1 对 好我们试一下看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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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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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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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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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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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找不到答案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刚刚 你刚刚这边不管是拿正数还是负数 你把它平方之后都变成数 正数 刚不快等平方之后会变负数 对 所以这个再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负数找不到 来好好地写一下 找不到 找不到平方根 如果这边你停负数 你返回找 你找不到平方根的元宝要写 其实也是一样 负数找不到平方根 就这个位置你不能写负数 你家哪需要负数 他就找不到平方根 所以你家连负数你往回会找不到 找不到答案 结果就找不到 我没有要负3 负3也不是答案 每0负3 6平方也不是负9 负3 所以这个地方不可以卖一下 他在车 你看一下0 如果在那边放0 那负数有没有 有 是0 诶 正负0 0车里还是0 0有在谈正负吗 没有啊 为什么是0 你刚才 0吗 正负数 0没有正负数 因为它是一个分界 就这样 成本先的右边在那边 对不对 对 成本先的右边在那 成本先的左边在那 对不对 如果跑到这里来了 右边 刚刚的左边是变右边的 再过来 刚刚的左边右边右边 对不对 这里是0 这不0 0 这里是0 了解吗 这里是0 这边右边 这边左边对吧 我再招一家人 本来右边的变左边 0就双右边对吧 所以0可不可以讲正负 有啦 请听喝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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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如果是0 回去找平方根 只能找到什么一个 只能找到一个 很特别哦 所以我问你们哦 有算更浩0 啊 更浩0的形象 0 对 更浩0的形 所以 0的平方根的形象 0的平方根 就是0 啊 那个 负数的平方根呢 0 负数的平方根呢 你要解什么 找不到 对 这个答案很好 哎 还有一种 有0 有负数 当然还有什么 正数 证数 证数 找得到了 正数的平方根呢 或有几个 两个 比如说 很好 比如说这里是3 答案就会什么 正负更号 3 然后他的答案呢 他的答案 我们一定会讲 有几个 一个 有两个答案 而且这两个答案 一定是一个正跟 对 来把这个好好地写好 这三个 这三个好好地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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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哦 有没有不太懂 有些怪神有差 好 好 好 我知道我在教什么 好 我知道我在教什么 大概而已 大概而已 我怎样会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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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號8 確定 你的意思是 你把它平方字會得到 7比方8 8比方7 對,7比8還小 所以根號7就會小 可以喔 再來喔 我有加符號 如果 如果根號 根號0.1 根號0.1 根0.1 這兩個誰在 在於 在於 注意看這邊 根號0.1跟根號0.1 誰在 在於 一個有加符號一個沒有根號呢 在於 我怎麼知道他有根號 根號 好,他平方一下 平方等於多少 0.1 那你把平方跟這個 要比不可以沒有平方 可以 所以 你要把平方算出來多少 0.1 0.1 跟0.1誰大 0.1 所以這兩個誰大 根號0.1 根號0.1比較大 行喔 來,這個好好的寫 這個 下面這個 耶 好好的寫 到底要寫 等一下留下來找我 等一下留下來找我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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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急著寫 不要急著寫 你們太急著寫 好 不管你會不會都不應該用操 我不會喔 你看懂後自己寫 我不會 太急著寫 你太急著寫 有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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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操 是0.1而已 我需要操 有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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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那你只是 要知道這個 你給平方看看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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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我們來研究一下 根號6,7,4,3 這個數字有得到 很常到 6,7,4,3 你告訴我一個範圍 來,現在 先試看看 根號6,7,4,3 這個數字有多大 我們要怎麼研究它 6,7,4,3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點 6,7,4,3 根號6,7,4,3 這個數字有多大 很大 很大 告訴我有多大 沒有 這個數字有多大 我們怎麼去了解 我們怎麼去了解 6,7,4,3 我把它平方看看 會得到多少 6,7,4,3 然後現在我們就開始研究 誰的平方會接近這個答案 6,7,4,3 誰平方會接近這個答案 40 試看看 先四十 因為42比較麻煩 40 四十,我可以形成 四十 八十 四十平方是八十 6 八十幾 這個差的有點 小 八十 八十 七 一百 八十 八十幾方 八十乒乓哪个长 六四 哦 猜得很准哦 九十 所以 八十的乒乓已经很准了哦 来 自己来 来 接下来自己来 我已经协助你了 来 自己来 八十 谢谢 你可以 你可以查表 你可以查表 你们可以带这个文来哦 有哦 那你们 你们都要去配选 你们想要查诚 你们想要查诚 对 来 八十的乒乓 八十的乒乓是六四零零 对不对 六四零零 还 已经很准了哦 随机下来 下一个 你还可以猜 八二跟八三 来 下一个 下一个 每个圆宏 圆宝是要猜八一 八一乒乓乓 多长 六五 六五 多长 六五 六一 八二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就猜 我会猜八二 八二乒乓乓呢 六七二四 六七二四 两靠近了哦 八四 八四 八二 八二的乒乓 已经六七二四了 对不对 现在下一个 你会猜八四吗 不会 不会 会猜谁 八二 会先猜八三 八三平方 在什么 八三平方 六七 八三平方 在什么 六八八九 六八八九 所以已经 这个已经超过了 没有啊 这个超过了 八五 那这个呢 还不到 所以代表 这个答案呢 没有超过八十三 对不对 嗯 然后又比谁大 八十二 好 来把这个写一下 把这个写一下 八三啊 八三在上面 因为下面有没有位置 所以我写到上面 两位你知道我在写 讲什么吗 一二起来超啊 啊 超过 超过的超 一二起来 超了 没有写好了 四肥写好了 那个 两位 我再讲一次哦 根号六七四三 这个数字有多大 我们就把它平方看看 好吗 把它平方 哦 再讲什么 好 那把它平方之后 是六七四三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 开始去猜 其实八十这个一开始 我们不用猜了 是我们自己对数字的感觉 那一开始就猜四十二 那四十二太难算 所以我就要算四十就好了 好吗 因为四十平方 我们可以先算五千六 而且一千六太小了 所以他一下子马上改成八 为什么改成八 因为他知道八八六十四 六千四 六千四百就很接近他 然后因为他有表 就开始查 查八一八二八三 结果发现呢 还八三超过八二还没到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根号六七四三的答案 一起完成 好 八十二 结果 了解吗 好 接下来 你们再上一笔哦 来 我 来 所有人自己算这一笔 灯号 嗯 二七六五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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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己来 好 来 来先自己来 五十 来先自己来 有概念 二七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讲五十吗 五十五 两千五很接近 所以概念还是在怎样 我要了解他 我要了解他就是先把他怎样 五十五 然后我们就先拿到哪一个数字 发现 五五二十五啊 五十平方 二五明尼 非常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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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 你们想要拿一个表 直接找他拿 自己去他那边看 我会唱五十六 五十二 二七 二十五 如果这次你课不上词 课不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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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 我今天没剩更号二七六 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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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二七零四 五十二 五十二 所以五十二 已经二七零四 加速了吗 五十二 一二十二 我还比他少五 所以这个数字比五十二还要大 一点都没弄到他 最好,再算一下 他夹一夹 夹一夹 我们当然不算是不是 二十一夹 五十二 那个 美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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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写答案 52的平方是27045 他写得非常好 注意看 53的平方是2809 然后接下来他写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根号2765小于53平方 大于52平方 你刚刚怪怪 根号2765的平方是2765 如果 注意看 根号2765的平方是他 你这个式子要对 这个必须要跟着 所以这个的往下写什么 根号2765小于53 3大于什么 小心 你这样写对 但是你中间漏写的平方 他最后我们要写到整体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根号2765等于什么呢 比52大 比53还要小 也就是说他等于多少 52点多 这样子对哦 你最后答案没写出来 要夹起来 要夹起来 要像美族那样子 要像美族这样子 他有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把它夹住 最后写出答案 然后最后写出 根号2765等于什么 你都写超黑板 来 自己写一遍 不可以啊 整个黑板自己再写一次 如果你是超黑板的 拜托你从头到来再写一次 三婆哦 哎 不准操哦 不准操 从头到来自己写一遍 那你需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答案 你需要谁的平方 你不用算 我可以给你这样子 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这一个步骤 一开始 对 一开始我们不猜53 不猜50几 我们直接猜50 因为5525 可以很好心善 可以很好心善 好 好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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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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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